我覺得我很高興也很替自己感到驕傲 是因為我經過這麼多的問題 這麼多的抉擇當中 然後最後我還是很順利的 就是說完成到最後一天的所有的比賽 一起看亞運 17位中華隊加油 今天在網球場上大家關注的焦點 當然就是男子丹打金牌戰 由盧彥勳對決日本年輕好手 叫做西岡良人 其他世界排名是168 左手持拍 他在底線不但移動相當迅速 而且他的正拍 還有代炫的這個抽球相當難纏 那其實以平常盧彥勳正常發揮的話 實力是比對方還要好的 不過就今天的比賽大家也觀察到 可能盧彥勳在這個腳的 這個有傷勢的影響之下 並沒有辦法正常發揮 但是在這場比賽 雖然最後以兩個2比6 輸給了對方銀牌作收 但是盧彥勳也非常大方的稱讚對手 那也恭喜對手 同時他說 他也不會拿傷勢來當作藉口 他覺得輸了就是輸了 不過對於這次階段的任務 也努力達成 我不想要再拿這個受傷來當藉口 因為畢竟就是輸球 我不想要覺得說 每次輸球都有一些問題還是怎樣 我覺得我坦然面對這場比賽的一個落敗 那我很恭喜就是西歐卡他打得非常好 好盧彥勳這次參加仁川亞運真的是極精波折 當然他內心承受最大的壓力 還是來自於先前有關說 這個中國賽跟亞運他選擇哪一個 那最後呢他放棄了中國賽選擇要為國家隊出征繼續拼戰 當然一開始呢大家都很擔心 他面臨的是ATP的禁賽還有罰款 那到現在已經確定了是不會禁賽了 但是罰款的部分金額多少還要再做討論 但是對於盧彥勳來講他不後悔這樣的選擇 我今天雖然是不好的一天 至少接到一個不錯的消息啦 就是說至少他不會給我禁賽 不會有就是排名的一個懲罰嘛 那當然罰警問題可能還再次商量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間接他們也尊重我代表國家的一個意願 然後也尊重我的決定 過去這幾天一直在想的這些問題 然後其實蠻辛苦蠻痛苦的啦 但是我覺得我很高興就是做這樣子的決定 那也許往後我再想起這段事情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再一次肯定我自己做了這樣子正確的決定 明天10月1號我們要繼續幫中華隊加油 因為像是女子壘球呢 我們中華隊要跟日本拼搶 第一張金牌戰的門票 那麼女籃也有賽程 所以BOMO SPORTS會持續帶您掌握最新的戰況